抱向 好舒服 轉身 在那邊一塊再打一招 為什麼我們一直打機 我們要接收壓制 頂他的經過完之後 用頂心肘頂進去 頂住 頂完之後把他拖倒 然後技能上步 追擊 好痛 哈囉大家好 我是SKY 今天我們三間課來到 桃園中壢的一間 拳館 要來體驗一下 源頭幽遠的東方武術 而且聽說這個武術 從明代的時候就有了 所以這種骨拳法嗎 我們又要拿來揍了 波波 你是不是很怕 當然啊 每次這種武術的挑戰 都是蓋地在秀 我們就在那邊被揍 我也沒有很秀 我也是被揍的好嗎 沒有啦 不過這一次不一樣 這次真的不一樣 因為這個骨拳法 演變到現代至今 它已經算是一種防身武術了 對 就是被動的 你不來弄我 我也不會來主動攻擊你 哦 弄你 哎哎 擦 擦 擦 總之呢 就是這個防身武術學起來 像女孩子一個人走在路上 可能遇到壞了 有危險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使用 哦 還有像我們這種手無寸鐵的句句 真的 有時候身上沒有帶一些傑心 啊 空有一身肌肉也是 遇到危險也是會害怕的 所以要手無寸鐵 手無寸鐵啊 沒辦法 可是教你高速 你怎麼不能用二頭肌子這樣 拖喊啊 你這個還滿有壓制力的 直接把頭夾爆 沒錯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來體驗 來學習一下 這種防身武術 但一般可能 你沒有過格鬥經驗 或是沒有學過類似的防身術的人 可以跟著影片一起學個幾招 哦 健體防身 所以 這次我們就是不會被挨揍就對了 誒 不會被挨揍了 不要怕 你們是三劍客 好 沒問題 那我們歡迎 七海八極拳 張修成教練 哇 教練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想問一下張教練 什麼叫做 七海八極拳 八極拳呢 是以明代以來 我們就產生的拳法 七海是因為兩蔣時代 那時候成立的七海警衛士 那我們因為紀念 七海警衛士傳承下來的武術 所以我們就取名為七海八極拳 那七海呢 是從兩蔣時代 然後經由劉昀橋老師 然後教到我的老師 蔣志泰老師身上 然後再由蔣志泰老師傳承在我身上 所以張教練就是七海八極拳的正宗傳人 正宗傳人 七海八極拳傳人 是 太棒了 我已經迫不及待要跟我們張教練 學習兩招防身術了 沒錯 等一下我們分組訓練 然後我們再順留伴養壞人 積極實戰演練 哎唷 伴養壞壞男生 我可以唷 你很壞 這是電車上面的壞男 不一樣 那是這種 這個太壞了 太壞了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發力的訓練方法 叫做馬步攻槌 首先呢 進行馬步 做定 好 做定馬步之後呢 然後我們利用腰身 慢慢的帶 垂打 然後再回過來做慢的 再做 垂打 然後用腰力發力形成 這個是最基礎的招式嗎 是 最基礎的練習 基本的馬步攻槌 兩腳肩內扣 膝蓋超前 我們要做 直 做定在 推左拳 好 速度加快 做合併起來 發力 預備 拿起來 好 GO 轉身 對 腰跨發力 轉身 對方攻擊打進來的時候 閃身 我隨時調整好我的態勢 我要攻擊 所以 如果閃身再打進來 閃身就要打擊攻擊 身體放進去 直接要這樣 連消帶打一起做 修完不打 太可惜了 對 我修完了 消完不打會對看 會對看 對 我就一直看著你 嘿嘿嘿 那我們現在帶一個連消帶打打法 假設 年輕人 你很囂張喔 上次被抓到的時候怎麼辦 以原來應用的步法 閃身 閃過去了 好 這是閃身 那我們加打擊的模式 當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第一身大馬 啊 好舒服 轉身 就打在那邊一個再打一個 哇還要先生動極限 啊好舒服 側身閃躲同時破他的肩 軸關節 轉破他的軸關節 把他軸關節破壞 破壞完之後呢 身體彈送回來的時候 順勢出拳打 或者出拳打擊 打擊要害的部分 所以打完之後他就躺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趕快 找時間趕快脫離 加油 有有有 多做幾次就會 腰筋出去 這個是我們閃身 加打擊 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導入防身術的概念 然後我們防身術 我們現在拆了 大概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說 當我兩手被抓住的時候 哈哈哈哈 走吧 這時候就被拖著走 這個時候沒有關係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一直往後拖 兩個力量對抗 你順著他的方式 進去之後一個切轉 我被拉著的時候 順他的姿衣上步 切出去 這個時候呢 至於從筋膜這裡一路 這個力量就短了 很痛 這個時候控制不動 倒叉轉身往地上拖 然後趴上去 好 上右腳 上右腳 切手 切住他的碗 從這裡 製碗 貼身 壓制 甩打 脫打 打擊 是這樣嗎 切手 對 壓制 壓下去 倒叉 好旋轉 拉倒 追擊 切在這裡 這裡就好 壓制 甩打 壓制 吹結 沒有 為什麼 你是打氣虎的 不要 怪怪的 怎麼會怪怪的 現在的模擬單手被抓的狀態 好 今天說我若是有在路上被單手抓到的時候 會有拉扯狀態 這個時候呢 你順次將手旋轉上來之後 接手壓制 擰他的筋完之後 用頂心手頂進去 啪 頂住 頂完之後把他拖倒 然後進手上步 追擊 哇塞 就結束了 好慘 被抓住的時候 第一個甩圈上來 然後抓住對方的手 然後往他身上折 他就斷下去 他一跪下去後 上步滑衝進去頂軸 頂軸完之後順次轉到拉扯 就倒了 然後堆直 有沒有 有沒有 腰滑衝進去 手上步切碗 切下去 脫倒 脫倒 好追擊 追擊 主角 親他 親他 哇塞 這什麼話要問啊 腳碎突破了 我教起來都會比較 威脅一點 不嚴肅 然後讓他好學 那如果扎實 夠穩定的話 那個效果會加倍 好的 那我們訓練結束了 接著我們來進行實戰 我們三個人會輪流有兩位扮成歹徒 然後其中一位呢 會是無助的少女 然後歹徒會要來 跟這個少女拉扯 扮演少女呢 他能不能成功制服歹徒逃跑 對 那如果呢 沒有辦法制服歹徒 那 算了 就會被歹徒拖走 或到這個歹徒區啊 歹徒的房間 歹徒的房間 歹徒的房間裡面 然後會怎麼樣 然後會怎麼樣 就會發生 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有多不好 到底怎麼笑成這樣 在一個夜黑風高人眼 幹嘛 跟我走 跟我走 欸 欸 不行 幹嘛 在一個 夜黑風高人眼 哎呦 哎呦 呆 沒頭髮了 欸 跟我走吧 跟我走 你幹嘛 啊 怎麼可能啊 幹嘛 好了 好 救命 太可怕了 對啊 要是結束了一天的補習 再要回家 小朋友 跟我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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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喔 喔 齒 哈 啊 這怎樣 壓制 壓制 喔 這個 更が 柔斷 彈藝 良物 好 耶 好 啊 公布完席 啊 浑身 舒爽 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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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呆圖 不要 呆圖 不要 他好恐怖喔 欸 你不要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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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路嗎 溫路嗎 來 帶你去 我帶你去 你太恐怖了 你太恐怖了 好了 我們剛剛那一出 那個話劇色演技了 一個實戰結束了 想要問一下我們的老師 對於我們剛剛的表現 會怎麼樣 大家表現都很不錯啊 演示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發現說 有些細節的部分 大家還要多練習 多加強 才會到點到位 才會達到效果 真的遇到歹徒的話 萬一沒有做成功的話 很容易被歹徒翻 那我想問一下老師 就是 有沒有什麼 再更簡單一點 比如說像 真正瘦弱的少女或婦女 他有沒有 比較簡單 可以攻擊的力 有 我們人身上 其實本身就存在了 許多軟組織 一些弱點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們 針對這個弱點的下手啊 那個效果會不足 比較好 不過我們通常都是 爭取我們離開逃脫的世界 通常大部分人的交 都會跟你講說 從什麼眼睛啊 耳朵 鼻子啊 下巴 喉結啊 這些重點的部分 要害的地方打擊 軟組織打擊 可是大家記住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打中線 也是相對最難打得到 中線這個部分 因為人會有防守的概念 所以譬如說 像我們如果被圍禁 然後被拉到的時候 如果你正面要攻擊他 他一定會有反抗 所以我們不要正面攻擊他 我們從後面 譬如說 抓他的耳朵 打擊他的喉嚨 打擊他的要害 所以你看人家記他 一推一放倒 就可以了 就很簡單 但是你功力一定要夠 要練習 對 還是要練習啊 落實在平時的訓練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都可以來嘗試 學習看看 傳統武術有他的精華 有他的魅力所在 好了 那今天呢 非常感謝七海八級拳的 張修成 張教練 張老師 非常感謝 那如果大家呢 對七海八級拳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網搜尋 中華七海八級武術協會 或是 張修成太極八級武術教學原地 來找張教練上課 好了 那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是建人 該下次見 掰掰